外观炸裂的生物 头上长了一把锤头 奇特构造困扰着科学家 大自然是一位精彩绝伦的设计师 不仅仅是一些罕见的动物 外貌十分奇怪 有时候 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物种 依然拥有炸裂长相 比如眼前这种生物 其头部看起来就像一把锤子 隐隐约约有一种外星生物既视感 两只眼睛长在锤头边缘 实际上 这是一种鲨鱼 名字叫做锤头鲨 锤头鲨也被称为双继鲨 属于极锁动物们 软骨鱼缸 真沙漠 双继沙科 这种鲨鱼经常在河口处 海滩和一些海湾地区出没 在太平洋 印度洋 以及大西洋都有分布 一般的锤头鲨体长在一米左右 最长可以长到三米 体重更是可以达到150公斤 锤头鲨最引人瞩目的特征 就是它们的头部了 其头部前端向两侧延伸 形成了一个钉字形 看起来很像一把锤头 长有锋利牙齿的口部 位于头部下方 锤头鲨这种构造 很像一种已经灭绝的古生物 那就是塔利怪物 塔利怪物的头部长 有两根向外侧延伸的长柄 眼睛就长在长柄末端 至于为什么会长 有一个像锤头一样的脑袋 科学家一直感到十分困惑 有人认为 两只眼睛位于锤头两侧 可以改善视野 但也有人认为 这样的构造 实际上不利于观察外界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锤头鲨在大海中游泳的时候 只需要轻轻扭动脑袋 就可以观察到身后的情况 而且视野范围更加宽广 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种像锤子一样的头部 拥有方向多的作用 可以大大提高锤头鲨的机动性 锤头鲨繁衍后代的方式比较特别 它们的生殖方式是卵胎生 锤头鲨喜欢在珊瑚礁中寻找食物 它们是十分贪婪的掠食者 主要食物有软体动物 鱼类 甲刹类 相对来说 锤头鲨的性情还是比较温和的 如果不是主动挑衅 让锤头鲨受到惊吓 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